人文巡礼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人文巡礼这个单元里面 志平要带您来到桃园大西 这是一个大家很多的观光客 都非常非常向往的地方 因为这里有丰富的人文生活背景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 大西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节庆活动要举行呢 特别跟您介绍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这一位是大西木艺生态博物馆的馆长陈倩慧 馆长您早 早安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谢谢谢谢馆长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馆长我想先来请教您 过去我们曾经听到过大西文艺记 但是如今我们会把它改变成大西大西 第一个西就是大西的这个西地的西 第二个西就是慈禧太后的西 这是一个全新形态的文艺记的蜕变再生 但是我想一开始要请馆长为我们介绍 大西大西这个文艺活动 这个信仰活动 它是举行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开始 大西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庆典 就是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的时候 关心地军的圣诞庆典 那这时候呢居民组织 他们其实从百年前开始 就是日治时候开始 1917年的时候就开始 为了帮地军庆生啊 就会组成绕境的队伍 那所以从日治时候开始 到现在总共有31个社头组织 也都是大西居民 或者是他们的朋友们 各自组成了这样一个绕境队伍 在日治时期就有45个社头 那到战后呢 也陆续在持续的成立 到现在今年绕境的社头组织 就有31个社头 那这样一个庆典呢 所以因为是全城 全大西人都一起参与 也是很多大西人 从小到大 这百年来 每年到帝君生日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 要看一个很盛大的绕境 那这样的绕境队伍 都不是职业的 就是居民全心诚意 为了帮地军庆生 然后组成了社头的绕境阻子 那所以这样百年下来 就有百尊的将军 百尊的东阿 很多每个社有自己的神教 然后也有一些北馆 大西的北馆团也有七个之多 所以那两天特别热闹 就跟大西的过年一样 所以博物馆在104年成立的时候 也觉得 如果我们在 关聖帝君生日的时候 也能够办理一系列的 更深度的文化活动 来认识这个庆典的内容的话 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也介绍这样一个大西深度文化 也在庆典的时候 就深入来认识大西 所以我们经过两三年的思考 和跟地方的合作 特别在今年我们觉得 要以宣扬 这就是大西的一个大喜事的心情 这也是百年来的大喜事 就是在六二四的时候 所以我们把它取名为大西大西 然后为关公生 这样子的一个名字 就是要凸显这样的内涵 所以关聖帝君的生日是6月24号 对 农历 就是农历 那但是如果是国历的话 大概是几号 今年是在8月5号 那因为绕镜队伍一直增加 所以它的绕镜会有8月4号 5号两天 那我们特别的大喜大喜 就是博物馆策划的系列活动 就特别在帝君生日的前三周 就先展开各式各样的文化内容 让大家来认识这个节庆 所以就从7月14号开始 7月14号就开始了 对 7月14 15我们都以庆典的元素 来制作各类型的文化活动 包括14号开幕那一天 就可以看到最经典的 大喜31个社头 每个社有不同的特色 我们把特色及精华 形成一个绕镜队 在7月14号开幕那一天 会进来 那特别今年 我们觉得社头的这样的文化内容 其实可以透过设计 跟设计师的互动 去跟社头们组织合作 也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的 一起讨论 所以今年有特别五个设计师加入 也用绕镜的庆典的元素 去做了不同的设计的内容的呈现 那也会在14号那一天 来采接的时候 绕镜的时候 会让大家来看到 是 各位听众 今天我志平在线上为您访问的是 大西木役生态博物馆的馆长 陈倩惠 陈馆长 请陈馆长告诉我们大家 原来大西观圣地君的 信仰文化活动特色 其实就是要纪念观圣地君的生日 但您知道吗 这是一个百年来的 绕镜的庆祝活动 当然了 今年我们会扩大举行 刚刚陈馆长告诉我们 今年的活动特色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其中我看到脸书上 还有就是事前的一些搜寻上面 看到一个很特殊的活动 这一点我要请馆长来告诉我们 这个听说有一个晚上的电音活动 这是什么回事呢 因为我们7月14号开幕那一天 我们今年的活动策划 比如说14号15号那一周 我们就是强调设计师跟民宿信仰 跨越当代设计跟民宿信仰的这样一个结合 所以有一些新的东西融入进来 包括有五位设计师 包括其中有一位是音乐人 柯志豪那他帮我们策划了在我们大西里藤芳古宅 有一场结合传统音乐元素跟电音的一个音乐活动 那当天晚上活动里我们也邀请来我们大西在地社头 农作团还有我们的新生社的北馆的大前辈 就是一起来的唢呐演出跟我们柯志豪的团队 还有不同的几个三声现役这样子的团队 就是一个混合了电音和唢呐的一个演出 所以我们最主要所有的设计和音乐 都是希望能够把大西的故事和色头绕境 观生地区这样庆典的内容做呈现 那只是今年在7月14、15这两天 您如果在这两天参加活动 我们会特别看到一些结合当代设计跟民族信仰的一些新形态的展出 和展演形态的内容 是电音跟唢呐 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传统一个是现代 两种元素还结合在一起 可是呢我们相信会有很棒很棒的一些创意就被撞击出来了 所以我们还蛮期待的 听说啊听说除了音乐性之外 现场的灯光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对因为我们今年特别强调夜大西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来到大西 其实可以体验大西夜间的美丽 不用赶着五点就塞车回台北或哪里 其实晚上的大西其实你看到了街屋排楼也另有风情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也请我们大西的一些有特色的跟博物馆合作 我们很多老街城区里面的街角馆都能够开营业到八点 所以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进到街区里去跟我们的街屋的主人们互动 那另外也增加了很多设计师在晚上的作品 去透过他的作品来说民宿庆典 所以会有一些不同的灯光的设计 尤其我们这次的设计师跟射头合作 也有很有名的廖小子 吴孝如 那他们都是很帮总统府做过设计 然后他们也非常喜欢传统在地传统 所以他们也透过跟不同的射头互动以后 把他们的故事设计成他们的服装的视觉颜色 所以今年开始有些射头组织 他们也开始运用这些设计师的建议或作品 融入到他们的队伍里面 是 各位听众 今天志评为您连线 大溪木役生态博物馆的馆长陈倩慧 请陈馆长告诉我们大溪大溪 这个很重要的对于桃园的地方的民众来说 甚至于是全台湾的民众来说 很重要的这个观光庆典活动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候 也就是刚刚陈馆长告诉我们的 7月14号 15号这两天 首先就来到大溪来参观 当然这整个活动会持续三个礼拜 一直到6月24号 这是农历 也就是国历的8月5号 那么这个关圣帝君的生日这一天 活动会达到一个最高潮 馆长 我想继续来请教您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五位设计师 除了刚刚第一位音乐性的柯志豪之外 那其他四位 就是刚刚您所提到这几个 跟射头合作的这个设计师嘛 对不对 包括一位服装设计师陈少彦 他也是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师 那这次在美和过程里 他特别针对我们的大溪的农友团 他就是在越美地区 就里藤芳古宅附近的那个农友 他们过去也很多是农民组成的一个射头的组织 所以他们的射头里面有特别有风雨雷电四个农阿 所以当时邵燕就特别对雷公电母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他们这次特别帮我们的农阿雷公电母来设计衣服 什么叫做董阿 我们的听众可能不太了解 董阿就是像三太子啊之前 就是电印三太子不是都会有那个挪扎木扎 那个三太子在叫 大概是那个比将军 将军就是很大 很大的走在路上 那个像王府廖化 周昌官平这些大将军 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逗趣的 然后也会穿着像挪扎三太子的那个大小的 电印三太子那个大小的 那就叫做董阿 因为他们就是比较是逗趣的那种演出形式 跟威武的大将军很高大的 威风凛凛的是不太一样形态 所以那些就是叫董阿 所以他们的身高也是很高了 董阿的身高大概一个人的高度 对那将军的高度可能是两个人到 两个半个人的高度 对那这个这些偶这样操作起来 会不会很困难 就是说你要把这些服装啊 还有这些道具啊 形头啊都穿在身上 然后走动嘛 对不对 对那可能 每一年其实每个射头里面都要有将军 将军就会走在神教前 那董阿会在更前面 就是在让整个绕境的队伍 每一个射头的队伍 阵头的队伍 他们其实都会很精彩丰富 所以必备的都会有董阿的队伍 会有会有北冠的队伍 然后也会有一些特色的阵头 是 比如说协议社就会有 协议社是我们木器行组织成的 所以他们就会有大莫斗 是 那我们新艺人新安社组成 他们就会有大算盘 那所以这些都是地方 就是为了让绕境越来越丰富 所以除了将军 北冠 董阿 神教以外 其实也会再加入不同的阵头 然后还有旗阵 所以每个射头 你看百年来必须维持这样一个队伍 他必须投入很大的居民的心力 去维持这样一个队伍 所以我们居民 其实很有趣的是在绕境前 你到晚上来到大喜 就会看到大家紧密补的练习 你在庙前面 普吉堂前面 你会看到工艺团的将军 在那里练习走步 他们必须带在传承 因为都是非职业的 就是为了帝君生日 所以要开始来练这些脚步 就要一带传一带 父传子 祖父传儿子 所以你小时候可能是打鼓 到年轻的时候可能要扛将军 到老了 你可能也要继续用出钱出力 来支持这个舌头 持续运作下去 所以这就是大喜的精神也很有趣 那这次五位设计师 就是也把这样的精神 透过他们的服装设计 透过他们不同的 比如说 吴孝儒设计了一个霓虹大招牌 也是采接晚上可以发光 然后另外 他也是透过这样霓虹招牌 把不同色头的故事 特色融入到他的招牌设计里 原来如此 好 各位听众 今天志评为您连线 大西木役生态博物馆的馆长 陈倩慧 请馆长告诉我们 大西大西 就是观圣帝君的信仰文化活动 就要举行了 在这个礼拜 7月14号到15号 这两天要打头阵 连续有三个礼拜的活动 希望大家持续来关注 当然了 这个活动的精彩 你要到了现场 你才能体会得到的 馆长 我们要请您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是 媒体人蔡奇达的时事放大镜 一提包罗万象 星期五 作家徐欣怡 女人沙龙 介绍多类型书籍 谈女人心事 欢迎每周一到周五 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 以及随时从网络收听 早安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 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呢 志平在人文巡礼这个单元里面 跟您探讨桃园 大溪这个地方 他们的地方特色 其实在这个地方的居民 他们长期以来所信仰的呢 就是关圣帝君 关圣帝君的每一年的生日 六月二十四号 这是农历的六月二十四号 今年正好是八月五号 而这一系列的活动 过去呢 我们叫做大溪文艺记 但是呢 如今呢 我们举行过十年之后 我们现在要重新来改一个名字 叫做大溪大溪 这样的活动呢 从七月十四号开始就要举行了 馆长 我想继续来请教您 就是来到大溪 其实一般的讲说 我们到大溪 就是看这个 两讲文化园区嘛 对不对 也许这是一个 或者说是大家常常看到的观光活动 但其实它有一个很棒的 这个传统文化活动 就是刚刚馆长您跟我们介绍的 怎么来大溪啊 这个来大溪会不会路徒很遥远呢 在大溪其实 如果从台 如果你们是走北二高下来 其实就开车 沿着沿着下来 从北二高下来 很快就会到大溪这个老城区 那周边的停车场 都可以有明显的指示 有两个大停车场 那停完以后走进老城区 慢慢享受三步进来的感觉 那如果是坐公车的话 从台北下来的话 其实可以到我们捷运永林站 有一个710号公车 它会直接到大溪老城区来 是 好 这个所以其实交通是算很方便的咯 是 如果你选择开车 那就是开到老城区的外围 先把车停好 然后走进来 散步进来 那如果你是坐公车 从台北出发 有710公车 然后也有9103公车 所以都在捷运站这里可以搭过来 那也可以到桃园车站 就搭桃园客运过来 在中立车站也有客运直接到大溪 是 来到这里需要带什么样的心情来呢 博物馆在这几年也开始 准备了很多大溪的 过去的一些历史建筑 然后再跟街区的这些历史建筑 串联成街角馆 那博物馆也有几个 可以介绍大溪历史文化的建筑 包括我们武德殿 包括我们四连洞 所以其实进到大溪 你其实可以来一场深度的文化体验之旅 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些日式宿舍群 也就是博物馆在经营的这些宿舍群 去认识到大溪整个历史文化发展 怎么会形成大溪这样一个历史城镇 那你到街区里面就可以认识到街区 很多街屋牌楼里面的主人 也都是我们的街角馆伙伴们 去跟主们直接互动认识大溪 那尤其你在大溪大喜的这个系列活动期间来 你会再多深度体验 我们624的所有的绕境文化 那这样的绕境文化的内容 和舍头内容 在这里就多了一种动态的临场感的体验 就是我们看到整个居民 怎么一起筹备这场庆典 这是一个全部的大溪地区的居民 一起设计一起投入 一起来邀请大家来共襄盛举的活动 所以今年的意义是真的是特别的不一样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文化的内涵 通通融入在这些文化的活动里面 从刚刚馆长给我们所介绍的 也许你在街上 你可以看得到大漠斗 你可以看得到大蒜盘 然后还有这些董 刚刚我们也特别请馆长为我们解说 什么叫做董 也许你曾经看过电音三太子 如今在大溪地区 你看到的也许就是将军 威武的将军 尤其大溪的将军 都是关公的价钱部队 所以我们都是三国里面的将军 周昌 关平 廖化 王府 这些大将军 所以七月十四号那天我们也把这些三国时代将军 有十位将军都会上场 不同的社头有不同的将军 所以你要看到三国将军就要来打戏 每一次在介绍这样的文化内涵的活动 我们都会探讨到一个层次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把这些传统的文化 把它变身为如今适合现代人 可以融入现代人生活的一些文创产品 我想这一类的产品如今因为这个节庆 在大溪也特别要被凸显出来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其实博物馆这几年跟社头互动 经过三年的不停的跟社头的田野调查 因为他们都有百年历史 其实要整理出来的文物其实很多 那透过这些的内容的深度认识 我们也觉得其实除了六二四期间 可以看到他们在绕境队伍以外 我们希望在品尝来到大溪 也可以认识这个文化 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筹备会成立这个社头文化馆 也会成为博物馆经营跟社头一起经营的馆设计 那这个馆可能可以期待在明后年 就会慢慢成型了 就是目前已经在细部设计的设计和构想的阶段 所以这样的文化内容 我们会希望除了展览体验活动以外 那可能也会再结合把这些文化元素 透过文化产品的方式去让更多人来 来认识它 那有可能是体验的内容 也有可能是商品的内容 然后对 也可能是展览的内容 那我要特别推荐今年来大溪 因为我们31个社头组织 它其实是分布在大溪的不同的角落 街头巷围里面 有不同的社馆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跟几个社头合作 办理了社头的现地的展览 就是说可以透过那几个展览 就会认识到大溪的不同社的社头的文化内容 那如果你来到老城区 你只要进到老城区一定会走到的这些点 就是福人宫 那福人宫里面就有两个社头 包括我们百年的第一社 同仁社 当年是因为大溪 矿工组成的一个社头 为了官圣地君点卖成功呢 就因为他们到金瓜九份去挖矿 请官圣地君去帮他点卖 就一点就挖到金矿了 为了感谢官圣地君 所以开始有第一顶神教的绕境队伍 所以这等于是大溪的绕境的起源 所以呢 同仁社也在福人宫里面 有了这样一个社头的展览活动的内容 所以今年也特别推荐朋友们 可以来直接看看 在不同实际的场域里面的社头 朋友们的故事 那也会有社头朋友们跟你们分享 他们百年来传承的精神 哇 哇 馆长 你真的非常非常会介绍 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几句话 就把这样的历史典故 用最平易见人的方式介绍给我们听众 而且会吸引很多很多的听众 一起想要去参与这个活动 来到这里 不但可以看到文化的内涵眼镜 同时也可以看到很多文创产品 所以其实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也可以到博物馆来参观一下 对不对 是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深度之旅 你可以值得你花一天的时间来慢慢的游广 好 除了这个刚刚我们所介绍的这些活动内容之外 听说这一次啊 针对这个大喜大喜的这个活动 我们还有一首主题曲 我们要请馆长特别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题曲好不好 应该是说我们觉得大喜我们非常感动的是 我们这下来做了很多田野调查以后 其实最感动的是大喜社头代代相传的故事 其实他们不仅出钱出力 而且还要全家投入 很有办法把大喜社头从百年前 1917年开始 不同的社你就要不同的社的维持 要去出钱出力维持不同的各自的社的运作 才有办法在每年绕境都有31个社头可以出来 那因为这样子的代代传承的精神 我们觉得如果可以透过一出戏来传达会更棒 就是让大家透过看这样一出戏就懂了 大喜人是怎么样跟帝君连结情感相细 那又怎么样去维持这样一个传承的故事 那所以我们特别策划了一个音乐剧 会在7月28 29两天来演出 那在这音乐剧里面就特别创作了六首歌曲 未来都是来讲大喜的这个庆典文化的 这个关帝君生日的这样一件事 跟大喜生活紧密相扣的这个民宿庆典 所以六首歌曲就可以传达这样子的内容 它是一个台语演出 会用台语来演出 然后一个音乐剧 尤其这个音乐剧除了一般真的有演员的背景之外 我们特别邀请了大喜的朋友们加入我们的戏剧阵容 在地的民众来演自己在地的戏 不过在听歌的同时 我们还是最后要请大喜沐浴生态博物馆的馆长 陈倩惠来告诉我们 这个礼拜7月14号15号就要展开了这个活动了 对不对 是 那么好 这个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 7月14 15号 这两天就可以来到大喜参观这个活动了 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馆长接受我们的访问 馆长谢谢您哦 那更多的活动讯息也请记得到我们的官网大喜大喜的官网 或上我们的FB随时追踪我们的消息 好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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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或者是夏志平 目前呢 台风还是持续影响着台湾地区 不管是本岛 或者是在台湾附近的海面上 那么当然了 希望各位听众还是赶快来看一看 这个台风到底会造成哪些可能的影响呢 当然雨量 雨量会是重点 另外这个台风呢 接下来今天中午就会脱离台湾本岛 那么持续地朝西北溪 也就是朝福建方向前去 所以我们这时候也要特别呼吁 在福建地区的听众朋友们 您特别注意这个台风 可能会对这个米造成的伤害 来 那志平就在这儿跟你说拜拜了 咱们明天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